警方对丹东某运动商店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证查 标的是正品折扣店 一千块钱左右 它只卖到二百三百 我们了解到像阿迪耐克等品牌的折扣店 每次换季清仓断码甩货 也会有相应的折扣优惠 但降幅这么大的也只是部分商品 可是这家店铺里几乎都是这种两三百元的运动鞋 或者是运动服饰 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啊 若言你正常你不懂的你分辨不出来 这些超低折扣的名牌运动鞋到底是真是假呢 警方分别联系了阿迪达斯和耐克两个品牌的总公司 抽样拍照 按照这个公司的要求 商标怎么照 标签怎么照 多拍几组图片 然后以邮件的形式传给它了 很快两公司都有反馈 确定抽样商品皆是假货 警方立即对该运动商铺实施了查封 同时锁定了店铺老板贾某 而贾某此时已经离开辽宁去往山东 为了不打草惊蛇 警方一路前往跟踪犯罪嫌疑人 而另一路前往店铺进行搜查 山东沈阳单东警方并分三路同时行动 不是我呀 叫什么你呀 我叫你呀 视频箱看一下 我没带视频箱啊 好 你在这边等一会儿 警察 我没 我没带 电话不要打 电话不要打 你不要打干啥呀 电话不要打 你不要打干什么 你不要打干什么啊 警察不要普通上钞了 你别动 我配合上钞了 配合你 配合一下 我配合上钞了 你配合一下 那我配合你 上面我没带 我没带 你别动 你别喊 你别喊 我没动你的同时 谁啊 你两个地方 一凤和哪我忘了 单弄的新楼构 我同时开始动了 你复原 我全掌握了 什么实验什么的 还有之前叫 叫好吗 还有旅行好吗 那样 我都掌握了 你资金卡 明天一打钱 一千一千了 两千多块钱 卡全部掌握了 那不是我 要对你的这个店 进行插头 把你的货 全部整理以后 你解决 听不听明白 私人你应该去 湖安人贾卯 在山东林漪 成功被抓捕 因涉嫌销售 贾卯注册商标商品罪 贾卯被依法刑事拘留 同时警方在 丹东沈阳两地 查封贾卯商品 近两万余件 涉嫌价值近百万 感谢大家